这是一封记录了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上海市学生协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往事的信函 纪信仁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 已进入91岁高龄的钱李仁统治 新中国成立前 他曾担任地下上海学联党组书记 寻着这封特殊的信函 记者采访了钱李仁 感受70年前一代学子抗日救亡的热血青春 1937年8月13号 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 同年11月12号 上海沦于敌手 租界地区成为在日军包围下的孤岛 当年钱李仁和他的同学们 就在上海学学的组织下奋战在孤岛上 这个组织上海中文在当时在上海来说 也相当于一个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叫重点东学 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因为一些老师 一些都是很有威望 很有学问的一些好的老师 学校里面就是经常一些活动 大家就组织那些多数小组 看一些抗日的书籍杂志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呢 一位呢就是周涛芬先生 一位呢就是范长江先生 当时对我启发教育最大 就是《新生代》这个小说 而《新生代》的主题就是129运动 1938年11月 学协的代表赴宛南慰问新四军 并献上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锦旗 叶挺向英富含 感谢上海学生赠奇 两位军长的话 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斗志 1940年2月初 上海学协内部传达 汪精卫将于3月30号 在南京成立委国民政府 学协要求同学们 以这一天为节点 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汪斗争 学校分两步 一步就是我们上课的地方 还有一个二步 离一学校大概有这么三五条马路的距离 那里教授很少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操场 当时的条件像 你公开说我们开反王大会 那个阻碍很多 所以我们就提前一天 在3月29号那一天 借那个叫黄花港 就是当时国民党 推翻满清政务的时候 有黄花港去收入律事 是吧 借着3月29 这个日子 我们跟学校当时讲 我们纪念黄花港 但是到那天拿出来的 比较很醒目的 就是在学校禁门的地方 比较这个禁门的地方 大门口就贴了四个大字 反王八克 已经明确投敌的一个老师 等于把他揪出来 揪到大会上 当时责问 这样不使这个校长 而这个代理校长 当场宣布开除 直到1940年下半年 孤岛形势急转直下 日卫加紧搜捕抗日力量 学协才于1941年春夏 停止使用学协名义活动 学协小组的非党成员 凡具备条件的 就按组织程序发展入党 有的介绍去了抗日根据地 有的人留在上海发挥作用 这段历史就像一颗 尘封在岁月深处的明珠 正如前里人所说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 必将激励正在为中国梦 而奋斗的当代青年 迈出更加矫健的步伐 指定不必越炸 介绍员 呀 呍 包bb估论